先来看看左边这张图,是我之前的一张稿子 这张叶子上有两种颜色 当时我的方法是这样的 先平图铺满 然后阿尔法锁定图层,再上其他颜色 接着用涂抹工具把两种色揉合在一起 现在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可以一次画完两种颜色 把刚才的笔刷复制一个 点开笔刷设置,找到颜色动态 颜色压力下的辅助颜色,竖直调整到80左右 选好需要的两种颜色 这里注意的是,前面的选色是正常笔压下出来的颜色 后面的选色是需要加大笔压才出来的颜色 这样方便我们通过笔压的大小,控制两种颜色需要呈现的位置 现在我们就来时间一下吧 用的是正常笔压 这时候我加大了笔压 看得出颜色已经变成了第二个选色了 继续涂完整张叶子 再来是第二张叶子 同样选好两个色 这个方法的优势在于方便 脸色就是色彩还不够丰富 但对于要求不是很高的上色部位 这个方法就足够用了 再来改改其他笔刷看看效果 随便画术 随便画朵画试试 改一个大面积铺底色的笔刷 和改之前对比 颜色通透了很多 在拿软件自带的笔刷对比下 看 真漂亮 nice 你学会了吗